花林地区受到大影响 也有部分地区传出了灾情 把好上午一行五人在吉安乡 阿美族文化村外海进行ACUP活动 却被溪流带往出海口 受困海上 所幸在搜救人员的协助下 最后都被安全救上岸 消防连人搭乘直升机往下垂挂 到海上救起手困的民众 空前直升机降落 搜救队员带着一名男子 骚跑步離開交给救务人员 难解心愿获救还90度鞠躬道谢 另外男子与朋友们 玩水上游了摄氏 意外被溪流冲走 记者询问教练似乎也相当避讳 我们会往外飞 我才刚来我不知道 所以你只是先来看 我只是来看一下 我飞老板过来 另外就发生在8号早上6点多 花莲县吉安乡 9名北部的大学生 趁着双十年假到花莲玩 在教练的带领之下 在花莲新出海口集合 游玩水上设施SUP 趁因为下了大量豪雨水流 相当湍急 其中的四人就被溪流 一路冲到海口 教练赶紧救其他 五人赶紧上岸 自己则往外救援 原本还有一人生死未捕 俗信传来好消息 另外最后一名民众 于早上8点59分时 由吊挂分队直升机 吊挂旧旗 后送至德星棒球场 终于所有人都已经获救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就似乎这个海口游玩 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虽然天气明显较差 但是没有海上警报 因此也没有限制不能下水 只是大学生碰上这起意外 恐怕往后的假期 也没心情换下去 记者许立秦宋宴 花莲从报道